大家好,歡迎收看莊子的藍球 臨近貴宗交易截之一 都有越來越多的球隊交易留言傳出 而今日都有消息傳出聯盟擺爛分子之一 Jersey都開始交易隊中的幾位重要球員 今天都會和大家看看 另外,在休賽期簽入Devotion 組成三巨頭的帝王 他們都打出了令人失望的成績 他們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在這個賽季,聯盟中都有一支球隊 很努力地去進行擺爛 他們努力到,甚至以為他們在打架球一樣 很多時,去到最後關頭 都會看到他們好像故意去輸 去做一些和尚利不同的事 最近就有對胡仁的歌場撐一份 最後幾秒,Sexton衝到入內線 最後竟然叫暫停 所以他們能夠得到這樣的戰績都是得來不易的 Jersey開局戰績四勝十六負 勝率就只有高過真的非常難的巫師 以及雙兵滿營的唐鵝 而除了通過積極輸球 去擺爛去搏撥狀元籤之外 最近都有一些消息傳出 他們都可能會在貴中交易截之一 去換取更多的手輪 以及進一步壓低球隊的實力 避免不小心贏球的情況出現 根據知名記者 Mustang的報道 Jersey前鋒John Collins 都可能會在交易截止日前被球隊送走 他亦指出 目前聯盟大多數球隊都認為 John Collins 會是今年Jersey總經理 Daniel Ainge 在交易截止人送走的球員之一 另外包括Jordan Carston 以及Colin Sexton 都有可能被交易 John Collins 在前季才被英隊交易到Jersey 成為隊中的正選主力 他今季至今 能夠打出場冠17.9分 8.8籃板 1.3投球的成績 Mustang也提到 Jersey很滿意他的表現 至於他們 都很高興能夠以非常低的代價 以一個未來的二輪籤 就能夠接收到John Collins的合約 而他今年的年薪 是2658萬美元 明年賽季是球員選項 由於John Collins 都很大機會 會選擇提前跳出合約 所以他們都有很大機會 我今年就將他交易走 而John Collins 都是一位有著六尺九吋高 重235磅 而且充滿機動性 有一定投射能力的大前鋒 理論上 他都是一位非常不錯的職戰力 但奈何因為打法的問題 都使他很難夾到不同的球隊 他的打法都是偏向於 攻關終結的 雖然有投射能力 但佔他的出手比重都不是很多 所以在組合陣容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需要將內線空間 騰出來 讓他進行衝擊內線的 才能夠令到他打得比較舒服 而且他的持球進攻能力都一般 都是較為依賴後衛的傳導才能夠發揮 而且防守隊他的能力都一般般 他防守時重心高 容易被人運球過去 而且防擋策的意識都欠解 又不夠積極 演五防守又不夠快 都使他的防守很容易被對手空位投射的機會 而球隊為了彌補他的防守弱點 都很多時候需要使用大量的聯防 所以著視很多時候都會用馬卡南來護寬肉搏 來保護John Collins的防守弱點 因此交易得到John Collins 都預計了需要為了他 去調整球隊的一些戰術體系 而單就球隊的適配性而言 個人認為熱火或者都會是比較適合他的一隊 首先 當然是熱火有著一套不錯的防守體系 去掩護John Collins的防守弱點 而且他們都搭很多的戰術配合 都可以讓John Collins 參與更多的終結工作 單是和艾跌鮑約拍檔 組成一隊機動性相當高的來線組合 都已經可以或球隊帶來很多的衝擊力 而且他雖然都不是什麼傳統來線 但他都叫做有六七九寸的身高 都可以提升熱火整體的高度 當然 熱火都未必會想為他提供太多的籌碼 始終他這些攻強守弱類型的來線 都是好食球隊的配套 所以有意衝擊冠軍的強隊 都未必會找他回來 或者一些成長型的球隊 好像黃鋒這些 都可能會嘗試簽他回來搏一局 而Crafton 和Sexton 都是傾向於大陸人方向發展 今季Sexton 長軍能得到17分 2.5個籃板 3.1個助攻 47%投射命中率 44%3分命中率 成績 而Crafton 就是長軍可以得到15分 3.8籃板 3.8助攻 39%投射命中率 28%3分命中率 4.5%的成績 他們都是十分適合一些後備火力 不夠的球隊 而他們還有兩年合約 而且年薪都是低過2000萬美元 他們一旦被人放上貨架 相信都會有些球隊 會去報價 而外界對著士有興趣的 一直都不是上術三人 一直以來關於爵士的交易留言 很多時都會有Walker Kessler的名字 由於他都有著不錯的身材和運動能力 造勢他成為了一些希望保強內線的球隊的投號目標 而取著未來重慶的藍圖都逐漸清晰 爵士未來都或者將會利用手中的資源 為未來累積更多的籌碼 到底哪些球隊能夠從爵士找來合心意的球員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還有兩個星期就平安夜就到聖誕節了 大家又想好送什麼給另一半味呢 還未預備禮物 又不想這麼沒誠意的你 就要繼續看下去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歐漬花呢 歐漬花是一種用無線歐針編織而成的花 它們不單止色彩繽紛 而且永不丟臉 可以長久地保存你的愛意 Yetoko Chai Store 有不同種類的歐漬公仔和花束給你選擇 你還可以選擇想要的公仔在花上 做一堆屬於你心意的獨一無二的花 有興趣可以去IG找Nitoko Chai Store 或是裝置的籃球介紹 還可以享有百折優惠 詳情都可以到資訊欄查詢一下 今年低王都開始擺脫過去NBA魚籃的標籤 它們在二二至二三賽季都總結了年續十六年 無緣貴後賽的尷尬局面 它們在2022年交易截止日之前 更將隊中的潛力後衛 也就是現在紐馬的明星後衛 哈里巴頓加力走 換來現在隊中的進攻核心 沙邦尼斯 之後也在選手大會上選擇了已經非常成熟的Kegan Murray 這一年的交易都讓它們之後 打出了NBA史上數一數二的進攻效率 它們圍繞著沙邦尼斯打造出一套出色的進攻體系 利用沙邦尼斯出色的分球能力安排它在高位派牌 並利用它的得分能力和後衛進行當冊 再藉著roll in來吸引防守球員 當外圍出現空位的機會 就靠他出色的視野和傳導能力傳到在外圍開火 同時沙邦尼斯的低位技巧 也可以為球隊帶來單點爆破的能力 吸引到夾擊 就再分球給他空位的隊友身上 使沙邦尼斯都成為了球隊不可缺少的進攻核心 而同一時間 他們的後場明星後衛The Airborne Force 一逐漸成長起來 他本身都有著極快的速度 和不錯的突破和中距離技術 近年他的三分都達到合格的水平 都令到帝王的進攻變得非常之厲害 當然他們的進攻都有著球手不足 球星硬架能力不夠強 關鍵是一般的問題 都令到對手只要集中支援防守相升 就會令到他們無計可施 而某程度上 他們在休賽期簽Devotion回來 他們的目的都是希望可以靠他 去解決這些問題 而來到這個賽季 帝王的戰績暫時都只有10勝12負 排名西按第12位置 軒然地簽入Devotion都沒有為帝王的戰色 達來什麼正面的影響 引入Devotion都確實令到帝王 關鍵時刻的能力都有所提升 上賽季球隊在關鍵時刻 能滿他Q的情況 來到今我賽季都有所改善 而Devotion的來到 都確實是可以為他們 達來一個可靠的持球得分點 而他在帝王都已經發揮了應有的水準 長軍能夠得到22.5分 4.2個籃板4.4個助攻的成績 但在球場上 看上去他都好像沒有融入帝王的進攻體系 當然本身帝王找Devotion回來的時候 都預料他可能會擔任過去 好像勇士王朝時期的KD那種 由利於體系之外的角色 當執行不到戰術的時候 就把波交給他 單打處理解決問題 但沒想到他3分能力不夠的問題 對球隊的影響都實在太大了 雖然他近年來的3分命中率都確實有所提升 但實在是他的產量都不多 不到最後沒有其他機會 他都不會選擇投射3分 在今季都不時會見到 他在corner位得到空位3分的機會 都不會馬上投射 而是接球之後繼續運球到3分線內 顯然地 他骨子裡都是一位中距離大師 他都是主要在中距離活動的球員 和主要在顏色地帶進攻的沙邦尼斯和Aaron Fox 都有些衝突 Divolution來到之後 都讓帝王的內線更加制迫 這樣無疑都進一步縮小了球場上的進攻空間 而目前帝王的3分命中率也只有33.7% 排名聯盟第25 長軍都只能夠射入34.5球3分 排名聯盟第24 對比兩年前他們36.9%的投射免中率 排名聯盟第9 以及長軍投射37.3球3分 排名聯盟第6的成績都有著很大的差距 空間不足 都令其他球員得不到舒適的出手機會 即使球星能夠用過能力得分 但要求角色球員在空間不足的情況之下出手 效率低都是理所當然的事 戰術運行不到都是很正常的事 熱勢他們都打不出過往那種無堅不出的進攻 連帶他們骨子裡的結構性防守問題 都令他們的戰績都越來越差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歡迎留言一起討論 記得給LIKE訂閱支持 喜歡的SUPERFAN只有得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